讲故事前我要先问阿妹妹一件事 因为我觉得有点矛盾 你说你不太想去参加那个说书比赛 对不对 那你喜欢写 可是你把那个脚本子写得很好啊 对不对 所以你比较喜欢上台表演 还是写那个本子 做幕后的 不一定 不一定啊 因为像舞蹈或者是弹琴比赛 我就会喜欢上台表演 你看这就是啊 可是你说说书的时候 你上台的时候会紧张 对啊 觉得很可怕 那我为什么不 因为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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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经验是累积的啊 对啊 所以有一些事情 其实你要有经验 其实你可以慢慢慢慢去克服 你心里面的那个恐惧跟紧张 有时候你可能会像这只企鹅一样 这本书很好玩 书名叫做什么 企鹅到底会什么 它到底会什么 一年一度的才艺表演大赛快要到了 每个人都在拼命的练习 鸽 狐狸在练习什么 打嗝 真的在打嗝 真的在打嗝 熊呢在杂耍对不对 海鸥在干嘛 吃大鱼 那这只兔子呢 变魔术 除了气 气饵在干嘛 坐在沙发上 这边是空白的耶 意思是什么 它想不出来 对 它不会烤点心不像你们 它也不会看地图 然后也不会勾毛线 这些我都会 阿达 叔叔 不要管小鹿 好了 这只海鸥就想说 好 它来决定要帮气饵找一个才艺 它就搬来了一条很大很大的鱼 它说气饵 如果你可以把这条鱼吞进去 这就是你的才艺了 因为你证明你有个大嘴巴跟大肚子 气饵说 这太大了 于是它又搬了另外一条 它就说 这太大了 后来它说 那这条呢 气饵说 大肖刚刚好 这不是才艺了吧 可是这么一小跳鱼 那谁都会吞 好 那个熊就决定来教气饵杂耍 结果它把烤面包机甩到哪里 树上 其他的全部在地上砸烂 那接下来兔子说 那我来教你变魔术好了 来 把这个变不见 气饵说 好 没问题 不见了 变不回来 丢在后面 对 变不回来 然后呢 狐狸说 那我教你一边打嗝一边念字母好了 A B C D E F G 然后呢 气饵没办法 他只会打 大家都会才艺 只有他什么都不会 气饵说 那怎么办呢 看样子我什么都不会 那我来帮忙办这个比赛好了 他决定帮忙去帮忙筹办这个比赛 不然的话 比赛没有人办啊 对不对 于是呢 他就去联络场地 去做海报 然后呢 打电话叫大家来看 然后写E-mail给每个人 做广告宣传 然后他还把那个奖杯擦得干干净净的 才艺表演那天终于开始了 开幕的时候非常的精彩 气饵还上去主持了一下下 然后呢 有烟火 有喷射机 还有很多好听的音乐 接下来 主持人开场了 他说 开始才艺表演了 袋鼠们表演什么 乐团 每一种动物都会有不同的才艺表演 那个这只海鸥有点太夸张了 它吞什么 鲨鱼 山羊吹泡泡 对不对 然后你看 有的这样 你看这只狐狸 打隔到 兔子都快被熏死了 这什么 有的会 熊会杂 熊还是杂耍 然后你看这边 它们每一种动物都有不同的才艺 它丢大型的物 对 它丢什么 冰箱 对吗 还有什么 洗衣机 烤箱 烤箱 对 然后呢 兔子变成三羊 变成三羊 变独角兽 独角兽 这个裁判就很上脑筋 因为每一只动物的表演都非常的棒 最后它们决定把冠军颁给谁 熊 其他兔子 狐狸跟海鸥都是优胜 所以它们好高兴哦 每个人都得奖了 对不对 它们三个好几个好朋友都得奖了 它们就决定要去庆祝一下 要不要去庆功 要 要 去庆功 企鹅呢 好吧 你们都得奖了 那你们去庆功 它就怎么样 回家了 非常难过的回家去了 好 熊跟海鸥跟狐狸跟兔子 都很担心企鹅想说 我们在这边庆功 我们这么快乐 可是企鹅就会孤单地 垂头伤气地回家了 怎么办呢 那可是这场企鹅 这场才艺表演比赛 企鹅有没有贡献 有 有啊 很大 对啊 它也有贡献 那我们在这边庆功 它不来 那真的很奇怪 于是他们就决定 要去帮企鹅办了一场庆功宴 单独去为企鹅办一场party 好了 他们就决定说 开始来 筹办party了 可是他们会不会办 不会 你看连那个标语都写成这样 破破烂烂还写错字 谢谢气我鸟 谢谢气我鸟 然后呢 每个人带来的东西 你看连面包都少一个角 然后呢 反正这个 他们办了一个很烂很烂很烂的派对 气儿说 谢谢你们啦 但是你们这个派对办得真的很糟 让这样好了 我自己来办一个派对 然后你们来参加好了 于是气儿说 好 他决定要来办派对了 开始打电话联络 这是他的派对 冰淇淋 冰淇淋 有冰淇淋 还有什么 摩天轮 谁有什么 气球 都是还有蛋糕 可以试做大象 还有可以试做大象 这个派对帮不帮 帮 气儿到底会什么 做幕后 幕后 比如说他幕后做了哪些事 就是联络 联络 帮忙复制 复制 然后就是做一些 那个他们在台前表演需要做的东西 如果他不做这些 派对就办不成了 对不对 那小朋友你们觉得 目前跟幕后的工作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他们都是缺一不可的 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 真的吗 比如说他站在台上表演 比较重要 还是在幕后的这些 不被看到的在那边帮他写本子的 幕后的 其实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像是舞蹈比赛 我们那个都要在幕后准备 然后准备的过程都很辛苦 好 舞蹈比赛你讲到一个好点 你们在台上比赛对不对 幕后有哪些人帮你们做些 做什么事情 对啊 你们要准备一下 有老师 有化妆师 老师他们帮你做什么 老师是帮忙编排动作的 然后化妆师是让我们在舞台上有 就是比较有精神 然后就会帮我们化妆 然后也有那些 就是帮忙我们清理舞台的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 我们的舞台可能就是脏兮兮的 然后上台可能花到 然后整个比赛就被毁了 还有没有人要帮你缝音乐的 有没有人帮你打灯光的 有 都要对不对 这些事情都是默默的有人帮他做 对不对 那你觉得你适合做 你比较想或者是你比较喜欢 或者你觉得你自己比较适合做哪一种 幕后 为什么这么快做出来 紫禁幕后 好 等一下 我一定请你说 为什么你觉得你比较适合做幕后 因为我比较适合那种安静性的 除了幕后除了是好它还比较安静之外 你觉得幕后的人要有什么样的能力 就是有耐心 有耐心 还有呢 就是 你也是幕后对不对 嗯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当台前的人需要帮忙的时候 幕后就可以去那个帮忙 去帮忙 还是台前的人在表演的时候 幕后被人家去帮忙 去帮忙 就是 是吗 是吗 我觉得其实 你看起来就像这个台前的人 对 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有个心愿 你的心愿是 当导演 对 当导演 可是我觉得 如果你今天是在幕后的话 你今天可能忽然 台前有一个人没到 然后你就必须代替他去演 可以去支援 可是会有好处喔 会有好处就是 薪水你帮他领 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一句薪水你帮他领 就是 就是 薪水你帮他领 你就会觉得 你就会知道 你就不会去抱怨那个 譬如说写剧本的人 你不会去抱怨他 你怎么给我那么多台词啊 然后反正就会觉得 其实幕后很辛苦 我不能这样抱怨 然后如果他有今天是台前的 然后有一天他拍到幕后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 他就会觉得 我在别人的时候 我会怎么做比较方便 他就可以去安排 那哪边的灯光 应该要比较亮的样子的 他真的是个导演 他要自编 自导 自演 对 不过我觉得他真的是个导演 他把台前幕后都搞得很清楚 对 他要设身处地的 去为每一个角色去设想 是 好 还有没有 应该是幕后 你也是幕后啊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可以帮助别人 你只是喜欢默默的帮助别人 做后面看不到什么 幕后也没关系 因为幕后花絮也会播到你 就 幕后花絮 因为你不知道很多幕后花絮 很多工作人员都是躲在旁边 不就会被拍到 可是你们都喜欢幕后 如果有机会要你们 站到台前表演 你愿不愿意 要看那个项目 要有经验 什么项目你会愿意 有经验 就是自己有练过 譬如说 你打羽毛球对不对 你觉得打羽毛球是幕后吗 你在比赛的时候 电影有没有参加过 有 很多次 很多次 你在比赛的时候 你觉得你是在幕后吗 幕前 幕前啦 对不对 好 你们有没有 比如说你们自己独立策划出一个什么东西 对 或者是去协助什么幕后 或者是幕前的工作 你做什么 晨曦有 就是之前我的各位姑婆 他们结婚四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 我跟爸爸妈妈就在想要怎么庆祝啊 然后我们自己做了一本结婚证书 然后我就假装我是证婚人 然后我们买了这么大的专戒 然后给姑爷 然后姑爷带给姑婆 就给姑婆 然后就好像姑爷重新跟姑婆求婚 然后后来我们把这些活动的照片 就拍照起来 然后变成烧成一个影片 烧成一个光碟这样 这个很不容易 很棒的记忆耶 所以你看 她要做这么多这么多细碎繁琐的事 这就是幕后 晨曦在后面做了这么多事 对不对 重点是还要先想 你呢 就是有一天我有一个很好 很要好的朋友 我们从幼稚人到四年级 都一直同班 然后我就是跟其他的同学 想要就是办一个派对 他生日在三月 我们从二月就开始筹费 然后有 有就是用很多他很喜欢的东西 然后我们有买买饮料 然后有买卡片 然后还有买一张大海棒 然后每个人在上面画画 然后写祝福的话 你看这事情要花很长的时间预备耶 对 你看 你这次比赛 比如说你写那个本 你也花很多时间嘛 对 所以你看这些点点滴滴细碎繁琐的诗 都是看不见的 都是人家看不见的 但重不重要 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当你哪一天站在墓前的时候 你要记得后面有一堆人在帮 你要记得回去跟他们说 谢谢 但如果有一天你在墓的后面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你也要知道你做的事情怎么样 是重要的 因为你是 企鹅 阿达叔叔这个结论也很奇怪 我们还是企鹅 什么叫做企鹅 好啊 各位小企鹅们 我们去吃点心吧 走 要这样走 預備 开始 快 一只一只